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可能做不到了 不如去吃饭吧 不如你沉默那间吧 快点走 不要再碰我了 看一看 哇 你的背脊干什么 干什么大车一大纸 你被人加过来 我这几天不是说有些鼻塞吗 那我昨天去了刮衫 刚刚开始刮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痛 刮完之后更痛 那你现在感觉很痛 刮完之后就觉得好一点 不过现在又有点鼻塞 你说刮衫那么痛 要付出那么惨代价 实际上有没有用的 有吧 畢竟是两千多年的传统 难道我真的不太适合刮衫 参与生活调查团有掌问答 可以获得超级实用的精美礼品 本期的问题是 以下哪种人是不适合刮衫的呢 A 高血压患者 B 人腐 C 皮肤病患者 D 以上都不适合 答案就在本期的节目当中 看完节目之后 快点上微信回答我们的问题 抢奖品吧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调查员上一脈 刮衫这种疗法 是起源于旧石器时代 当时你病了的时候 会出于本能用手 或者石碘去虎膜 或者随击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哪里痛就随哪里 这样坚持一段时间 有时候竟然会令到疾病得到缓解 当时你慢慢相信了 用石碘去刮有病痛的地方 这样的做法是可以医病的 这个就是刮衫疗法的裁刑 就这样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累积 名代医学家张凤葵 在相署传说中 对刮衫做了详细的论述 读斜由皮毛口鼻进入体内 堕塞人体的脈絡气血 令到气血不通 运用刮衫疗法 将刮衫器皿在表皮经络位上 进行刮治 直到刮出皮下出血 凝结成米粒样的红点为止 身体即发汗 寒恐障害 沙毒材质排出体外 还以达到治愈的目的 虽然各位观众和我都一样 从小到大 多少都惯刮刮沙 我身边有些朋友 简直就是对刮沙的疗效深信不疑 若有什么头云生气 身子很虚弱 就会去刮沙 本身我对刮沙 都不会有什么怀疑的态度 畢竟是流传了两千多年 肯定是有句道理在 只不过最近有几宗新闻 令我提高了对刮沙的警惕 据说有人因为刮沙刮出了人命 去年九月份 四川成都市武后区法院 接收到在刮沙夺命案件 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在某日上午走进一间保健店按摩刮沙 在刮沙的过程中 这名男子的呼吸漸漸变得急速 他眉上双眼一直喘气 而店铺人员立刻停止刮沙 将男子反转过来 发现他的面色都变了 于是马上按他人钟 但他始终都没有清醒过来 等到救护人员赶到那时 这名男子已经停止了呼吸 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之后 这名男子的家属向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保健院为死者作出赔偿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 刮沙正正是这位男子死亡的原因 所以法院判决 刮沙电报要赔偿死亡家属五万多元 但想不到的是 这个判决一出来 就引发了极大证明 判决一出 很多人对此提出了相当大的质疑 他们认为将刮沙和男子 绝死联系在一起 不是多合理 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疑问 刮沙竟然是用来治疗的 那又为什么会致命呢 其实这个网友的问题很容易解答 第一 对症下药才叫做有效的治疗 第二 治疗手段如果用错了地方 一样有致命的可能 无毒有偶 因为刮沙而出现意外的情况 并不止一单 去年7月份 广东惠州一名男子 在某休闲会所刮沙的时候 而发心急紧失 抢救无效身亡 家属程序一度失控 经维阳区政府公安局多方协调 家属最终获赔五十万 在湖北省丹口江市 某女子蒲某前往某美容会所 做了颈椎、肩甲、脊椎部位刮沙 在服务员队打水的时候 陶某突然出现昏迷状况 她的鼻孔和嘴角都流血 后来经过抢救无效身亡 法院认定和刮沙有关 最终判决美容院老板娘 过室致人死亡罪 爸,回来了 今天下午她有点不舒服 可能是着凉了肚子疼 我给她刮沙了 医生 达微觉 可不得再帮你 知名众医 téc医生 里面 细考虑 然后 豬 其中方便 术 其實電影裡的情節並不是虛構的 在美國、西班牙等地方都發生過類似 法卷指控華人虐待嚴重的案件 原因都是華人父母幫小朋友刮沙 難道存在了2000多年歷史的中醫聯法刮沙 真的會刮出生命危險? 刮沙刮出了人命 這個究竟是跟人的身體狀況有關 只是刮沙本身就存在隱患了? 調查員隨即在剛才幾宗刮沙奪命案中了解到 在成都刮沙男子的法醫鑑定上 寫明了男子死亡原因是主動脈甲層破裂 這個主動脈甲層破裂與刮沙有沒有關係? 這個主動脈實際上它的臂分有內膜中層膜 內膜並不是說單單的一層的結構 如果在我們的內膜出現某種原因 因為炎症或者別的原因的時候 如果內膜出現一些破裂的傷口 那我這個口就給破裂了 破裂我這是一個很高的壓力來的 我這個壓力就會把血液通過這個口 然後就搞到這裡來了 然後就形成一個什麼樣呢? 然後這裡就會形成一個這樣的 明白沒有? 形成這樣 這就叫夾層了 這些是血液來的 因為這裡的血液衝過來 簡單來說 主動脈甲層破裂 就因為主動脈的血管壁出現了一個小傷口 因為血壓的關係 血液就會通過小傷口 慢慢進入血管膜的另一層 當這個甲層的血液 儲存到一定的數量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會衝破血管膜 造成主動脈甲層破裂 這種破裂是非常兇險的 在瞬間它就可以把這個血液 就是已經全部穿破了這個 這個夾層這裡 然後血液全部會流到 我們的胸腔那些部位 然後就變得很快就直接吃死了 專家告訴我 血液升高就會很容易導致主動脈甲層破裂 那麼刮砂這種行為 會不會很容易令到血液處 一個急速升高的危險呢 為了確認刮砂對於血液和心率的影響 我今天就請了三位志願者 來到專業機構進行刮砂 一起來做的實驗 我們也會記錄他們刮砂前後的身體變化 好了,我們現在來問問他們 身體有哪裏不舒服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胸條吹得多 就覺得又鼻塞又頭痛 我覺得可能自己感冒 那我平時就坐辦公室坐得多些 可能就經常對著電腦 肩和頸部就很痛,拉得很緊 我覺得我最近腸胃很差 經常肚餓,半夜又經常胃痛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身體太虛 好了,你們現在的身體狀況 我已經大致了解了 待會就會針對你們的症狀 來進行刮砂 看看刮完之後有什麼效果 亦都準備了測量血壓和心率的儀器 在刮之前就會測一次 在你們刮的時候會再測一次 看看你們的身體有什麼變化 為了驗證刮砂的過程中 是不是會有血壓上升的危險 我們的三位志願者在刮砂之前 看看他們在正常狀態下 血壓和心率分別是多少 第一位傷風感冒的志願者 血壓是118,64 心率分別是84 我們現在來猜測第二位志願者的血壓 心率分別是 第二位肩頸疼痛的志願者 血壓是85,62 心率分別是76 第三位肩頸疼痛的志願者 第三位腸胃不適的志願者 血壓是96、78 心率分別是87 這三位志願者的血壓和心率都在健康範圍之內 然後實驗開始了 專業機構的工作人員先幫他們進行了按摩熱身 然後在諮詢各自的身體狀況之後 對證選擇不同的刮砂部位 感冒鼻塞的琪琪因為太過享受刮砂的過程 於是直接睡著了 可能因為身體處於極度放鬆的狀態 他的血壓由原先的118到64 降到了105至57 心率都從原先的每分鐘84降到了68 接下來看看頸疼疼痛的山山情況是怎樣的 他肩膀這塊的地方是有腦筍的 而且很嚴重的腦筍 就是我們的肌肉長時間保持 這個姿勢太久了以後 肌肉的肌纖維會黏在一起 跟他刮這一塊的話就是促進他的血液循環 剛開始其實就是醫生幫我推的時候就很痛 推完以後的話就感覺好很多 然後刮的話就有點熱辣辣的感覺 好像被火燙了 看來珊珊的頸椎勞損真的比較嚴重 在推拿的時候已經痛到嘩嘩聲了 在刮痣的時候更加覺得皮膚辣辣的痛 在測試過後珊珊的血壓沒有變化 但心率就從原先的每分鐘76 上升的每分鐘82 餵珊珊是不是真的很痛 他過來的時候反應是一個腸胃不舒服 然後我們就針對這塊是對於有皮疏 胃疏和大腸疏 針對這三方面對他自己的一個調理 現在幫你刮緊紗你有什麼感受呢 其實就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痛的 我以為如果在皮膚不斷刮 應該會很刺痛 但現在感覺都還OK 不是很痛 經過測試 牙牙的血壓由原先的96到78 大幅上升到129到74 而心率都從87上升到了88 縱觀三位志願者的刮痣情況 有人覺得舒服 有人覺得不適 除了睡著了的奇奇 血壓心率有所降低之外 其他兩位志願者 都分別出現了血壓和心率都有上升的情況 但由於三位志願者 都沒有心腦血管病史 所以這些變化 都是一個正常的範圍之內 刮痣畢竟有點痛 刮痣畢竟有點痛 如果你的手法太重的話 可能會誘發病情的發作 或者是血壓高 引起血管過裂 或者是心臟的其他原因 引起心跳就停 那些嚴重的心臟病 那些心力吹結 是血壓力吹結 這種是 還有那些年紀比較大的 有些就是慢性病身體比較差的 那些人群 我們建議它是沒有掛紗的 我們一般主張對那些體質比較好的病人 而且我們強調的是實症 是熱症 那些就比較適宜 而那些開的病身體比較差的 我們都不注重用 調查到這裡我們總算清楚 原來刮痣並不是直接導致絕死的原因 但由於刮痣過程當中 人的體表溫度會上升 加出血液的循環 所以對於有嚴重心腦血管疾病的人 會因此增加心肺肝臟的負擔 容易誘發血壓咒聲 和心臟罩停的危險 甚至有可能是間接導致絕死 生活調查團提醒各位 刮痣並不是所有人都對的 高血壓人群 心臟病人 糖尿病患者 皮膚傳染病人 骨折病人 孕婦小朋友 老人家等身體是處於比較虛弱的人群 都是不要輕易去嘗試刮痣為好了 果然在我查的那些刮痣斷命案件當中 有幾位的受害者 都是有比較嚴重的心腦血管疾 如果遇到一些不太專業的按摩機構 忽略了病史調查的這個重要條件的話 最終就會很容易導致不幸的發生 好了 我們需要注意的刮痣隱患 已經找到了 但是我又多了一個疑問 剛才我聽到裡面的志願者痛到V哇鬼叫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 刮痣是不是真的可以刮到病除 他們付出這麼痛的代價 又是不是值得的呢 上次說到刮痣並不是人人都適合的 也不是時事都適合 當我們身體出現怎樣的症狀的時候 才是選擇刮痣的好時機呢 是感冒吧我想可能是感冒吧 感冒吧 感冒發燒就像拔沙一樣 去濕了是不是 去濕了 濕疹是甚麼 熱氣之類的 疲倦進去 是肩著眼 要被痛 有一類的 街坊普遍認為 刮痣可以治療感冒發燒 肩頸疼痛和去失業 其實這個效果是怎樣的呢 上一節內洋當中 三位分別有不同症狀的志願者 潛綁了專業的機構刮痣 現在時間都差不多了 看看他們好一點吧 好了 歷時30分鐘的刮痣時間已經過去了 不如讓我看看你們的沙 也不是很明顯 但有一點點的 看看第二個 嘩 這個掃眉比剛剛那個明顯 你看 看看第三個 嘩 好像紋了身似的 怎樣 刮痣了 不如說說 你之前的症狀好一點嗎 刮痣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非常舒服 很享受 但是我還是覺得 好像還是有點避失 你呢 我刮之前真的很感 但是現在刮完之後 整個肩膀都鬆了 舒服了很多 想再開一張卡 那你呢 我的話 其實我的變化 我覺得不太大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腸胃 比較難去知道 它好一點味 這樣 可能要過多兩日才知道 雞醫病的話 因為現在 真的可以選擇的方法很多 現在刮痣的話 就變成 效果比較好的才會溶到 效果一般的 那些我們就不選擇了 比較好的就是我剛才說的 熱症和濕症 還有那些中暑 有些人會在印童的位置 這些例子 這樣刮刮 這樣會精神一點 或者在太陽魚那裡刮刮 這樣 還有一類比較好的 就是肌肉痛 就是說肌肉痛 是引起肌肉痛 有些就是有些感受了寒濕 或者是瘋狂 那些外痴之後 引起肌肉緊張 有些就是有些姿勢不好 或者是疲勞之後 引起肌肉緊張 甚至是徑圈 那我們發了沙之後 它可以緩解肌肉 肌肉的徑圈 這樣就可以解除一下 疲痛或者解除那個疲勞 刮刮的適應症也是比較廣 刮刮的作用主要是 舒筋活絡 胡去魚 吹風刮刮 還有可以調整身體的機能 哦 原來是這樣 刮刮最主要的 是起到了舒緩 緩解輔助治療的保健作用 如果想根治疾病 畢竟也不是最好的手選 況且因為成病的原因 往往是很複雜的 但憑自我感覺診斷的病症 很可能會產生誤差 比如單純性的發現 有可能是病毒感染 這個時候就要打抗生素 才可以治癒 還有尤其是不可以 頭痛刮頭腳痛刮腳 因為頭痛刮沙 必須要排除頭部 有沒有氣質性的疾病 所以一定要到醫院診斷清楚 生活調查團提醒大家 如果感覺到較為嚴重 以及持續的不舒服 都是到正規醫院進行檢查 比較好一點 好了 我已經調查清楚了 刮沙對於緩解傷痛 還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像你這些平時肌肉酸痛的話 實在太痛了 可以去刮沙舒緩一下 不過最重要是 你平時多做些運動 不要經常對著電腦 動都不動 像你這些感冒發燒的話 最好去醫院檢查一下 看看是否病毒性感染 如果是的話就要吊針了 如果你腸胃不好的話 最好去醫院看看 究竟是發炎呢 還是胃川東呢 定期做腸胃鏡是最好的 蛤 但醫院檢查很麻煩 又要排舉 不用的 我知道有一個辦法 你看看你的刮沙 掛出來的顏色深淺 你就可以知道你嚴不嚴重 但不是那麼深 不過你看看你的顏色那麼深 可能真的有點嚴重 你看得出來的 就是看顏色 就是說刮沙的沙顏色 越深就代表越嚴重 越嚴重 蛤 沙的顏色有這麼講究嗎 是啊 我們從觀察剛才三位住院者的沙斑 就可以知道 不同人不同部位 刮出來的沙斑顏色是深淺不一 有一類這樣的傳言說 這些沙斑 代表你體內的毒氣 沙斑顏色越深 代表你本身的病情就越嚴重 而刮出來的毒氣比較多 另一類的傳說說 這類的沙斑 實際上是你體表的無細血管破裂 造成出血症狀 顏色深淺 刮的力度 和皮膚的腦亂程度是有關的 那究竟哪種講法才是真相呢 沙斑的形成 就是由於我們對皮膚的組織 正式生涯之後 它產生了一種無細血管的擴張 甚至是無細血管的破裂之後 這樣產生一種小糧的皮下出血形成的 我們在臨床商當中都觀察到 這個沙斑顏色 都和病情的青蟲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就是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如果病情比較重的話 你出血症也會比較深一點 這是一部分的因素 不是全部的因素 因為它的顏色和刺激量 還有關係的 因為你刮得重 可能出血症會重一點 刮得輕的話 就出血症會輕一點 但如果是同樣的力度的情況下 比較 就是會有這樣的差別 這個病變對於我們的人體來說 它是一個來很刺激 我們的大佬就很私靈度這樣 指揮我們人體的系統 來修復那個有病變的悔癌 這些沙行一般 三到六天就可以吸收 對身體不會有什麼大影響 表達這裡 我們可以總結了 刮沙可以緩解舒緩病痛 但不可以成為單一的治療方法 刮沙都不是每個人都對的 對於嚴重的心路血管病患者 更加是致命的做法 刮沙的手法不疑太重 當感覺到較為嚴重的持續不適 應在醫院診斷出病一 再決定治療方式 關注生活調查團新浪微博 或者訂閱生活調查團的微信號 希望在大家一臂之力 科學選擇健康生活 今期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